说越到年根底下 咱们大家伙就越忙碌啊 周波 沈阳市康平县二牛所口镇 刘家沃普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 宋楠楠也没闲着 昨天呢 他带着由村里12名空巢老人 组成的圣经老年团 向沈阳城出发了 逛吃逛吃 是所有旅行团不变的主题 一到城里就到了饭点 宋书记安排大伙 品尝了老四号的烧卖 大家伙没想到 吃饱喝足的下一项 居然是换装 面对着花花绿绿的 汉服和化妆品 七八十岁的老人们 除了羞涩 都记不得上次这么打扮 是什么时候了 我还是十六七一时候呢 十六七结婚的时候呗 没结婚呀 没结婚 那时候都那个地方 地方都也延续嘛 今天出来玩有什么感觉 心情好呗 心情很好了 这么大岁没来过 没来过谁啊 那来又一走一过呗 我头二十年前到故宫来过 这二十多年没来 宋书记 这些老年都迎来的 到时间查证过 时间变化挺大啊 穿汉服逛黄城 美美的照片将美好的回忆 定格在老人们的心里 开心和幸福 洋溢在老人们的脸上 城里来的宋书记 为了带他们来城里玩这一趟 可是倾注了不少心血 提前做足了安排 第一是想到要带他们到这来 散散心玩一玩 第二呢 要过年了嘛 也算给他们一个礼物 第三呢 就是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 我们在这个邻里当中 抽出了一些优秀的邻居 来保障他们 这样也体现了我们一个 两邻的这么一个理念 能够增强那个邻里 这家互助和一个情感 这么一个沟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